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家委學長陪你學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新奇 就是怎麼不是冠委學長呢 那因為疫情期間 大家在家裡也都悶壞了 所以我們也一樣 換換不同的夥伴 來跟大家一起來學習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那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我們在提到不等式這個概念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日常口語的文字敘述裡面 中文的敘述裡面 有沒有也有類似不等式這種概念呢 其實是有的喔 也就是我們很常用的 或許 也許 應該是 可能 難說 也不一定 像這一些字句啊 其實都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很常使用到的 那這個其實都是 蘊藏著不等式的符號在裡面 OK 好 那在數學裡面呢 我們最常使用的不等式的符號 就是有大於 OK 我們來寫一下喔 來 有大於 或者是小於 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或者是大於等於 或者是我們的小於等於 那這幾個符號啊 在數學裡面很常出現的習慣的用具啊 我都有把它擺在我們的下方 螢幕的下方 有看到嗎 所以像大於啊 我們就是用超過啊 高於來 來敘述它 那小於呢 我們就是用小於 未滿或是低於 然後大於等於呢 我們就用以上 不低於 不小於等等之類的 那小於等於呢 我們就是用以下 不超過不高於 來處理喔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子的資訊 是可以讓我們判別的呢 其實是有的喔 像我們最近缺水嘛 所以老師啊 都會去觀察 觀察我們的即時水情 所以在這張圖表裡面 我們有沒有找到 哪邊有關鍵字呢 有沒有發現 預測剩餘天數 我們後面有寫個 六十天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 在我們 學不等式裡面 我們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一個很典型 而且現階段 大家會遇到的一個狀況喔 那再來還有什麼 最常見的 像這個階段 大家都在遠距上課 很容易就飄走了 很容易就去看其他的網頁了 或是看其他YouTube了 那是我們一定要注意 影片的分級 所以我們很常見的就是有 普遍級 保護級 輔導級 保護級 跟限制級的部分 它分別都是有一些年齡的限制 所以我們把一些關鍵 我們把一些關鍵的文字把它抓出來喔 然後來 水晴那裡是不是以上 對不對 好再來 普遍級是 只要是一般民眾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比較簡單 它只要是 呃 有眼睛可以會看的都可以看 OK 但是保護級呢 這裡有一個未滿 對不對 未滿六歲兒童不得使用 嗯好 那輔導級呢 有兩個條件喔 未滿十二歲的兒童 他不能觀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條件是什麼 十二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的少年 需要父母以及師長的輔導使用 OK 那最後一個限制級 就是未滿十八歲的 未滿十八歲的人 就不得使用囉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很常看到的 那再來 我們只要遇到是解方程式 或者是解不等式 一定會遇到的 難題就是應用問題 那其實老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說在應用問題 我們只要找到不等式的關鍵就可以了 所以比方說像這一題 喔 四軒身上有100元 他想要去買每杯15元的西瓜汁 那他最多 他可以最多可以買幾杯 所以關鍵就是出現在於 最多可以買幾杯西瓜汁 那我們買東西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花的錢可不可以超過 不可以 所以我們就假設買了幾杯 買了X杯 買了X杯 所以我們很快速的劣勢 買X杯 所以我們要花多少 15X元 對不對 我們花的錢能不能超過100 不行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剛好把100花完 可以 所以我們買的錢 金額必須小於等於100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列式完了 那列式完以後 我們再經過一項處理 再去做一個計算 我們就可以算出最後的答案囉 OK 所以在解不等式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把關鍵字找出來 然後再去列式 那不要忘記了 列完算式了以後 一定要再去檢查應用問題 他的答案的合理性 OK好 那今天我很快速的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軍醫平台 有哪些課程 可以讓大家一起來學習呢 左上角課程進來了以後 我們在熱血教師專區這邊 我們找到劉紀文老師 那找到劉紀文老師以後 我們進來 我們就找到七年級下學期 然後再進入到我們的 不等式的單元裡面 那這邊啊 紀文老師都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很多的概念 以及立體的解說 然後還有應用問題喔 所以相信這邊一定可以幫助大家來學習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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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再吃吧 感谢观看